她来自河南开封 她是一名充满热情的舞蹈老师 可能舞蹈就是我的宣泄吧 也是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 是什么样的家庭 孕育出游异的善良乐观 她又是如何在异乡走出低潮 找回人生新动力 妈你放心 在大陆我一直是你的骄傲 在台湾我一样会是你的骄傲 11月14日上午10点 我在台湾你好吗 继续